我跟你讲 刚刚同学还是不太搞清楚 我跟你说 换一个角度来看好了 你看啊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I这个人 第一个人 他自己平常的水准 注意哦 这个是I这个人自己平常的水准 也就是这个人的水准 这个人的水准跟总平均间的差异 你看是不是产生差异 所以这部分相加总的话 这是来自于I这个人 跟大家总平均的差异 把它隔出来了 所以这部分代表人与人之间的差异 人的差异 这部分你看 这部分是什么 这部分是J这个方法跟总平均间的差异 你光看这个 所以这一块是代表呢 TreatmentJ 方法J 肥料J 上哪一门课 课程J 反正施加了各种肥料各种处理手段 各种方法 这个方法J跟得到的总平均间的差异 所以这种差异是来自于Treatment的差别 这是来自于人的差别 对不对 这两块可以掌握住吗 这两块比较容易掌握嘛 是吧 那现在你把人的差异把它切开来了 本来这一块是没有人的差异 这一块跟Treatment一样 这一块是没有人的差异 现在把人隔出来了 把人切出来以后呢 跑出这个东西出来了 这个东西原来是切出来以后都得到了结果 那这个呢 刚刚同学还是问 还是好几个同学还是来问这一块 我跟你讲 你还没听懂了 要不要再听一次 再听一次好不好 可以哦 你 你是第I个人 你去读DJ门科目 考的结果就是XIJ 可以吗 你跟你平常的水准 你平常水准是多少 就是这个分数 你为什么去念J这个科目 有跟平常的水准有如此的差异 是不是这个差异 这个就听不下去了 那怎么行 这个是99分 你平常水准是多少分 70分 你的平常的 不管你念哪一个科目的 平均水准是不是70分 你为什么特别念到J这个科目 你就跑出99分 29分的差异 这是不是这个差异 这个差异叫什么差异 就是你固定这个人 你的平常的水准是这样子 为什么你碰到J这个科目进来以后 你的差异就会有如此的差异 是吧 然后这个是什么 J固定 J固定是同样的这个科目 不管是谁来念 平均应该要念多少分 平均是不是念75分 这么科目的平均成型是不是75分 你看看 你来念这个科目 你得到99分 是不是又跟班上的平均的水准 是不是又这样的24分的差别 看到没 可以吗 解释到这边应该没问题吧 到这边也没问题 都懂吗 对不对 那很好啊 那快懂完啊 后面就剩下这个东西而已啊 为什么多跑一个X800啊 你不觉得你这个地方你的XIJ 事实上XIJ 应该是有一个X800在里头 埋在里头 再加上一些差异 特质的差异 所以你XIJ怎么理解它呢 XIJ想的是平均 全部的总平均 加上一些个人的差异 加上一些课本的 念证和科目的差异 所以产生出这个X出来 扣掉了一个你自己的差异 又扣掉平均的差异 你透支了你知不知道 你要补回一个全班的平均差异 这样才有两个人可以扣掉两个东西出来 只能讲到这边 后面这段话 听懂了没 对不对 这在理解上头 尝试帮助各位这样理解它 你自己抓你自己的方法去理解它 也成 每个人有不同掌握的方式 有些人是掌握这一块 掌握这个 扣掉一个水平的 扣掉一个垂直的 你看水平的是什么 水平的就是I这个人固定的平均水准水平的 垂直的是J这个 J这个科目固定的平均水准 又扣掉水平又扣掉直的 是不是这个地方多扣了一次 把它补回来 也可以这样理解它 我这所以再讲一次是因为刚刚有同学 接下来问同样的地方 要我再讲一次 我干脆全班再讲一次 个别来讲这个懂不懂 这个懂不懂 注意这个I是所有的I相交 所以这一整块是代表所有的人 所有的人跟总平均间的差异 所以这一块是不是人 人的差异 是不是代表人的差异 这个懂不懂 这个看得懂吗 这个是J就是科目 用这种肥料的所有的平均的水准 会跟总平均差别 唯一不同的就是J 所以这个J施加下去以后 所得到的结果 跟平均的结果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差异 所有的J的差异都把它相加走 所以这块差异是来自于什么的差异 是来自于使用的肥料 使用的方法 或者上的不同的课 课程的差异 人的差异加课程的差异 都把它给分别 切出来了以后 剩下的东西是什么 又包含人 又包含科目的差异 剩下那一块 理解全部比较好理解 理解个别里头的东西 你稍微定睛一看 你看你IJ 这种组合 比你自己平均水准还高 比这门科目的所有的人 平均水准还高 对不对 数字上头 你扣到两次 你要补人家回来一次 补那一次总平均的东西 补回来 什么叫总平均 什么叫总平均 我跟你说 XI是不是X bar加上某一个东西 加上XI减掉X bar的差异 同学这一块 你这个人 第I个人 跟平均性的差异是什么 是不是你跟平均的差异 你跟平均的差异 你跟平均的差异 加上总平均不就是你自己吗 所以每一个人心目当中都有一块 都有一块那一块 那一块总平均的那一块 那李安不是说每个人心里头 都有一个断背衫吗 所以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实质上都包含一个X bar 每一个东西都有一个X bar 就是这个 有个X bar bar 然后要加上 加上你跟人家的差异的这一块 这样理解它 好吧 就讲到这个地方 这叫randomized block design randomized block design呢 各位同学 571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 Air traffic controller stress test 这个 在空中飞航管制塔上都工作的人啊 那压力都非常大了 因为他的一个指令下错了 某一个指标看X了 他会下的指令会叫那个飞机啊 到底应该提升多少度 下降多少公尺 应该飞快飞慢的话 都会影响到飞机上几百个人的生命的安全 因此啊 飞航管制人员的压力就非常大的 那么这边有一种管制人员的这种压力的测试 那么测试的过程当中他使用三种不同的系统 ABC 三种不同的系统 代表三种不同的treatment 然后你固定六个人 你不让他有18个人去测试 你固定六个人 懂不懂 然后就把它放到这个表里头 大家看一下1345那个表跟1346这个表 你可以分别算出水平的平均值 还有垂直的平均值 水平的平均值代表人 每一个人的平均的测试的结果 那么垂直的平均值代表 使用这个系统的所有的人的平均的水准 这样对不对 这样看是不是很清楚 黄辰奥懂不懂 懂哦 OK 所以说呢 他就按照我们先前所切割出来的SSTR BL去做 那这边有一个东西要稍微强调一下 就是原来的你的ANOVA table呢 多一项了 Sources 就是 Sum of square Degree of Mean square F 再来看 Sources是第一个还是Treatment 就是你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差异 第一个就是施加的肥料有所不同 第二个是原来来自于什么 原来来自于Block上头 Block就是这种 实验者也可能会造成差异 得到的结论 为什么会有所不同 一种是来自于 你使用的方法不一样 一种是来自于实验者本身的不同 还有一个是来自于什么 还是Error 无法控制的 这种差异 这样加重起来才是全部的差异 那么全部的差异呢 这里头 这个叫SSTR Sum of square Due the Treatment 这是Sum of square Due the Block 这是Sum of square Due the Error 这叫SST Number degree of freedom Due the Treatment 还是一样多少 Treatment 各位同学你看 Treatment 不再让它自己跑 跑到什么NJ 全部固定在V 因为这个矩阵 所以Treatment的自由度有几个 K-1 Block的自由度有几个 I I有几个I V S систем K H 例如说 Y P B乘以K,所谓BK,全部所谓B,B横行,K个直行,B乘以K,全部扣掉,R有几个,B个,J有几个,K个,加1。 BK减B减K加1不就是B减1乘以K减1吗? 这也可以这样看啊,也可以看B减1乘以K减1,全部是多少? 全部还是一样是B乘以K减1。 所以Min²是什么? 是MSTR等于SSTR除以K减1。 这是MSBL,SSBL除以B减1。 这ERROR呢,还是一样MSE。 SSTR除以什么? 自由度是B减1乘以K减1乘以K减1乘以。 所以你的F值啊,看起来好像两个,可是实质上都不蓝。 你F比值啊,还是一样是MSTR除以MSE。 其他没有? 为什么?因为我们这边呢,所做的H0啊,还是一样是MU1,有没有等于MU2? 有没有等于MUK? 仍然是对TREMENT所产生的MU的差异的减定。 所以你感兴趣的,还是是TREMENT。 你并没有对BEL产生兴趣,你为什么把BEL隔出来,是因为你要去掉杂质。 所以BEL在这个地方呢,是扮演辅助性角色。 它不是一个主要的目标,主要目标仍然是TREMENT。 因为你探索的目的,还是要是探索。 TREMENT的不同,产生的结果都不同。 所以同学你看,我们在570A上面的ANOVA TAPLE上面, 那个F比值啊,它还是只有MST啊,所以MSE。 其他的。 它那个它是用NT,现在NT就是B乘以K啊。 全部的个数,NT。 所以在计算上头,同学们看一看。 13-22那个是SST。 3-22这个地方又有点变化,不过这很简单可以看出来。 你看,I,管I的只有到这个地方,这个J根本不变,根本跟里头没有任何关系,所以J可以拿掉。 J拿掉以后,一共几个J啊? K个J,所以这边负一个K。 K在里面,或者在外面都可以。 K在外面。 那TREMENT的话,这边对I不管用,I可以拿掉。 有几个I? B个I。 那这里头, 不变。 对,所以你看会得到13-23跟24都是这样的结果。 那SST呢,它没有把它明写出来。 我们花那么多时间去解释SST,人家呢就是巧妙地把它给跳过去。 你会说,哎,你怎么算SST啊? 哎呀,我算SST以后,我扣掉SSB,L,再扣掉SST啊,这是SST。 可是SST是什么一回事啊? 现在的SST跟原来的SST差别在哪边? 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去解释这一块。 主要要告诉各位,现在的SST比原来的SST变小。 去掉了很多的杂食,去掉了人的杂食,人的差异性, 去掉了机器,方法,设备的差异性,剩下了就是那个你无法掌控的,很自然的差异。 那很奇怪的,就是一群人接受同样的老师,用同样的教材,喝同样的水汐,同样的空气,在同一个校园里头长大,每个人成长都不一样,你说怎么办? 这个叫做差异,这个叫做error,OK? 这种error在统计学上头是无法解释的,你要解释可以,你用人性,用什么力学,用化学,用各种的因素去解释,你可以用社会学去解释,什么东西学问能解释都可以。 可是统计学,无法解释这种东西,统计学是把全部,一个字归为什么,error,就这样,无差。 好,对于刚刚那个题目,这个traffic controller的这个题目呢,我们把这个数据算一下,同学sst他算出来的结果会算吗? 用13至20的那个数据算是70,trimment算21,然后SSBL算30,所以把所有这些数字都把它填进去,就填在了13至8这个表里头,然后自由度,你看那自由度也出来了,k,k现在是多少啊,3,所以3-1是2,b,b是多少啊,b是6,6-1所以是5,然后error, error是b-1, 1乘以k-1,所以2乘以5是10,然后你的全部nt是18,3乘以6是18,所以得到是17,18-1是17,那min square的话呢,就是你把这个sst去除以它的自由度啦,分别除出来,然后最后你的f比值是10.5除以1.9,那你会发觉这个ssb基本上在最终的目的上呢,并没有帮助,唯一帮助, 就是让sse的杂质去除掉,f比值呢是5.53,这个题目,然后p-viral电脑算数是0.024,也算小了,它至少那比0.05的alpha值还来得小,所以这是可以拒绝的,如果我去查f值的话呢,你的自由度2,10,第一个自由度是不是2, mst的自由度是2,那么mse的自由度是多少,10,所以2,10,会查吗,查出来结果是多少,f值查出来是多少,自听我们请同学留意一下啊,那这是f,你看到没,拒绝区,你看我们的f值啊,是这样来的, 是mst啊,除以mse,这个值啊,有没有可能很小啊,如果很小,小到比1还小,你看这边是0,你这边考不考虑,这边根本不考虑,所以你把全部的alpha通通放到右手边来,不会有2分之alpha的问题,所以这不会有刷回检定的问题,全部都是单位, 因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你这个f的这个笔子的结构,mst啊,不会有小于mse的情形发生,了不起,顶多就是重叠了,看到没有,想想看,所有的常态分布,了不起就重叠嘛,对不对嘛,一重叠的话,mst啊跟mse,普通通都是sigma平方的无边固色量嘛,所以在那个重叠最极端的情形,是要了不起, 就是1啦,不会产生了mst啊,比mst还小的情形发生,你如果比它还小的话会出现,这个f的值,是0点几,这种情形把它排除掉,把它排除掉的话,换句话说,你的这个f的值,检验区啊,一定是在右手边,它不会跑到左手边,然后去跟这个,这边的一个零件值做比较,不会有这种情形发生,因为一定就是分值会比分值, 分母还来的大,所以会拒绝它的话,一定是发生在右尾,所以这个一定是右尾检定,既然是右尾检定的话,它全部的alpha,都把它放到右尾去,所以alpha全部而散到右手边,不会有什么双尾检定,一边分二分之alpha,一边分二分之alpha,这种情形发生,所以你才发觉,你看先前我们谈556页那边的时候,你看我们的f, 去跟p-value去跟alpha比,不会跟二分之alpha比,f值也跟falpha比,不会跟f二分之alpha比,所以这边同学要留意一下,那这边呢,一定是跟0.05去做比较,好,所以你看我们刚刚这个地方,算出来5.53,然后你去查,你应该查多少,查f,我们自由度是多少, 这边自由度,2,然后这边自由度是多少,10,然后0.05,同学帮我查一下这个多少,2,10,0.05,4.1,对不对, 那你看你f算算多少,5.53,那你肯定大于4.1,所以可以拒绝,而且p-value它算是0.04,也比0.05还小,所以这个题目是拒绝的,拒绝什么东西啊,同学, H0是什么,它是检验你system A,system B,system C,三种系统去测试这些空飞航管事人员他们的压力,三种设备,三种系统去测试,测试什么,测试这三种系统的平均值会不会一样,那结果是拒绝,拒绝的意思就是三种系统的平均值没有完全一样,因此呢, 要去采购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哪一种系统对你比较好,所以不是三种系统的效果是一样的,三种系统的效果会有所差别,所以我们去采购的时候,必须要注意哪一个系统比较好 科目机会时,我们通通都是只考虑一个因子,单一因子,单一的一种元素的讨论,单一的一种因子的探讨,你看看我们是讨论什么, 只讨论生产方法,只讨论使用的系统,只讨论肥料,事实上影响作物生产的好坏,除了肥料之外还有别的因子 水,你有没有探讨水,没有探讨水,还有呢 泥土,对啊,有些土已经很不好,它不是说你放在黑土,红土里头,对不对,跟一般的土,那效果不一样,我们都假设它其他都一样哦 所以我们只探讨肥料 生产方法,我们一直考虑生产方法,事实上呢,会影响它这个员工测试的成绩,单位生产量好坏 除了生产方法不同之外,还有很多因素啊,还比说 为什么员工生产方法,好坏的结果会有所不同 单位生产力会有所不同 除了使用的方法有所不同之外,还有别的原因吗,有没有 哪些原因,哪些元素,哪些factor 我们刚刚那个题目是不是都是method method,A,B,C 然后在A那边找多少人,找多少人去测试它 为什么这些成果会有所不同 我们说,哦,方法不同 所以是考虑生产方法,事实上会影响员工单位生产量会有所不同 除了方法,生产方法不同之外,还有哪些factor,你们考虑的 什么,工作环境 心水高低,但是激励的效果不一,好,还有没有 机器的新旧程度 机器的新旧程度 那个是设备新旧程度,还有没有 没关系,就你们所学的,通通放马过来 这也算是一个检验,检验你们到底到目前为止,除了学会统计学之外,还学会什么东西 还有什么,企业里头我们讲说,员工为什么生产的结果会有不同 除了机器生产设备有所不同之外,你们刚刚讲了 有什么,有这个什么 什么不同 薪水不同,还有什么不同 工作环境不同,还有没有 轻重不同,还有什么 管理者好不好 管理者好,会不会激励员工,会感觉跟这个管理者做很好,对不对 领导者,老板好不好 老板好的话,除了加薪之外,还会给你什么 还会给你奖金,还会给什么 还会送你出国 他送你出国念书,帮你付学费 有没有这种员工,有没有这种老板 有的,你将来要先大学毕了业找一个好工作 老板,腾你,给你薪水够 他还帮你付学费的,你要到中山来念MBA的话,他帮你付学费 信或不信,有这种老板的 对不对,那激励效果更好了 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比如说公司的管理的文化好坏啊 公司的生产的东西 公司跟什么上下有的关系 这个竞争的态势 公司有没有核心能力 公司的竞争优势 好多好多这些因素影响到你生产出来的成果出来的 可是到目前为止,我们都只考虑一个 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都是one factor,single factor 只考虑一个factor 还比说会影响作物 影响作物元素很多,刚刚提到水跟土壤,对不对 可是我们现在都是考虑什么 肥料的好坏 肥料的品种 是不是应该有很多的因素可以同时来探讨它 所以当你放的因素不止有一个的时候 就变成是因子实验 就变成你是多因子了 可以这样讲 你是多因子了 不是只有单一因子了 那目前为止都是考虑单一因子 然后一个因子之下,你有好多不同的treatment 现在,两个因子同时考虑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在我们考虑多因子之前 我们只考虑两个,可不可以 稍微简单一点 只考虑两个 我们现在看一个题目 看这个地方 现在这边我们说 这个 13-5这一节 576页 577页 大家看一下 13-9这个表 在571页那边呢 它是考虑 有两个factor 有两个factor 然后呢 factor A 然后这边是factor B 这factor A啊,是什么呢? 它说是preparation program 用我们这边的讲法就是补习班啊 补习班的班别 那这边呢,factor B是什么factor呢,你知道吗? 是,是什么? 是大学部 你是念什么学位的? 你是什么学院的? 他第一个是念什么? humanity 还是 business business OK,business 商 你是念商的 第二个是念什么? engineering 是工的 你商是什么? 那补习班 那补习班 第一个是什么班? 三小时 三小时 那是考前拆体班 再来第二个是什么? one day program 什么? one day program one day program 哦,好前绝地大返工班 你看 一天的 这是拆体 好前三小时只是要拆体作用而已 拆体班 这是绝地大返工班 那这是什么? 12个礼拜的是不是? 11个礼拜 11个礼拜 10 10个礼拜 这是要集中营训练班 过年都不放回家过了 这是集中营 所以你看 三种不同的补习班的班别 然后另外一个因素是 你到底是念什么? 学你出来的 上什么样的补习班 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交叉作用 然后产生出了你考试的结果的好坏 对不对 考什么? 考GMAT GMAT是谁要考的你知道吗? 要念什么到美国去念什么都要考的 要念商管的 特别是念MBA 所以 练经济学 练其他的科学 还不考GMAT 就考GRE Scientific方面的东西都是考GRE 你管理的话 特别考GMAT 考GMAT的话 有些要念MBA的同学 他有些是来自于 在大学 大学部的时候 他是念商的 像你们在座各方面念商的 然后呢 有些是念工程的 黄平你是不是? 你不是念工啊 你是理的 理跟工一样 理工 你是属于这一块的 在座各位有没有练人文的 练艺术的有没有? 练人文艺术的 有外文艺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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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对 你是属于这个 所以你看看 你们这些想到 美国去念MBA的话 你们一定要通过GME考试 而且分析考的很高 上比较好的学校 那么 你们除了自己 大学本科的训练之外 还需要 有需要 到补习班去补习 去充施一下 那到底参加哪些班别呢 看啊 是吧 然后就 开始去受训 然后 考出来以后的结果 考出什么结果出来 你给大家看一下 最下面 370 570基页底下 10 13至10 这个table里头 就一共有18个人 这边一共有9种组合 这是第一种组合 第二种组合 第三种组合 第四种组合 第五种组合 第六种组合 七 八 九 九 九种组合 每一种组合都选两个人 两个人 两个人 然后去测试一下 看到底呢 有没有什么差异 同学你看到 570基的最底下这边 一共18个人 产生就这样的结果出来 好 然后呢 他这边要问 他这边问的问题 就是说 你的factor A A 彼此之间有没有什么差异 Factor B 彼此之间有没有什么差异 Factor C 彼此之间 或A跟B之间有没有互动上的差异 有关这个题目啊 他 这个 要去测试的东西 我告诉你 第一个 我先把这个三个假设 先把它写出来 你有两个factor 那你 光考虑factor来讲的话呢 Factor A Factor A是什么 补习班的班别 补习班的班别是 1 到 有没有等于2 到 有没有等于3 到 这意思是说 不管你大学不是念什么的 你参加三种补习班的班别 效果一不一样 第二个假设的简历 是不管你的补习班是什么 你是参加 你是商学院的 你是工学院的 你是人文的 这三种大学 大学部的训练的学生出来 平均考出来的结果 会不会有所不同 第三个假设是 假设我告诉你是这样 1 1 1是这一块 这一块的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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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块的平均值有没有完全一样 这怎么理解它呢 这一块专门管什么 专门管interaction 也就是factor A跟factor B 两个因子交互作用之下 有没有产生出火化出来 有没有哪一块 这边一共九种组合 有哪一种组合 效果特别好 或是效果特别差 以至于哪一个μ呢 跟其他的μ都不一样 还是全部都一样 如果全部都一样 说明了什么 如果H0没有被拒绝 说明什么 回答我 看你要不懂我再讲什么 如果H0第三个假设 没有被拒绝 那说什么 那就是说 这九个μ都一样 说明什么 不会有哪一种μ 特别跟其他有所不同 对不对 不会有哪一个μ 每一个μ 代表一种组合 对不对 没有哪一种组合的效果特别好 没有哪一种组合的效果特别差 那是什么意思 不是关键一些因素 人家说是关键一些因素 GMAP本来就是 很关键的就是 你到底是 什么科系毕业的 还有你是 参加哪个班别的 interaction是什么意思 组合 哪一种元素 碰到哪一种元素 会效果特别的好 他说工学院的应该 你是工学院的 我告诉你 工学院你一定要来参加 这个集中语训练班 因为你们不是练功的 文学 文学的话你一定非要参加什么 这个考前一天的 补习班不是经常这样讲吗 你千万不要让你孩子输在起跑点 三岁的时候你就决定你一辈子了 你看看 然后他会喊出种种的说法 说你是练商科的 你因为你商得很强 所以你不需要补那个十周的 你只要补什么 补考前三个小时拆题 这是你是什么样的哪一种 哪一种科目 你就应该特别参加哪一种 半别 因为这种组合 这种搭配效果特别的好 懂意思吗 你如果组合不对的话 效果会不好 所以他意思要跟你讲说 有某些组合是特别的好 结果呢 跑出来的结果 如果这个第三个H0被拒绝的话 那说明什么 说明什么 没有哪一种组合特别的好 所以并没有说你是什么功科出来了 你就一定要去念什么补习班 没有这种说法 你是哪一种科系毕业的 什么样的班别对你最适合 没有这种说法 这样一来的话 对补习班好还是不好 补习班很多的宣传不就不公自破了吗 是这个意思 懂的意思吗 所以H0 第三个H0是专门在测验什么 测验Factor A跟Factor B之间的互动的情形 第一种H0专门在测试 Factor A上面的三种可能性 有没有一样 第二个是测试Factor B的三种可能性 一不一样 三种相应一不一样 第三种假设是专门在测试 Factor A跟Factor B的交互作用之下 有没有哪一种情形 产生特别的不一样 或特别的好或特别的不好 这样懂不懂意思啊 先讲到这个地方 我们下一次从这边很快的把他交了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